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单招 先身体向左侧 右背在前面 然后呢 右腿向前迈步以后 随着迈步 然后把右背向右拦 向右拦 向右拦的同时 左腿向前进步 左手跟着拦 拦两次 一次 两次 拦两次 拦两次 拦两次过以后 随着这个绑子的惯性 把左手拿回来 变成掌握住右手的手腕 然后身体左转 右手向前进步 握住右手的手腕的意思就是 防止你拳打出去以后 别人会用勤拿的动作拿住这个绑子 这个动作就是保护这个绑子的 好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单招 这个呢 我们可以反过来 反过来是什么呢 把左腿 左手放在前面 先用左手 然后后用右手 上左部 上左手来 然后 后上右腿和右手 然后 右手握住 左手的手盖 然后左手向前进步 好 这个单招呢 还可以变成什么呢 前边两个把它省略掉 直接用两个手上 OK 我首先就向右手掌握住便 然后直接两个手一起上 拦 扦 拦过以后转身 直接打出去 这就是说呢 主要是 52 00.5 00.00 两个手中央に大臨会增加力量 那么左边也是一样 我们右手抓住左手的手盖 两个手一起上蓝 蓝过后一转身 左手直接击出去 这是单招的训练 训练的时候先轻一点 不要用劲 把动作搞熟了 把动作搞熟了 就可以用劲了 把动作搞熟了 这个可以灵活的变化 可以灵活 我们一个膀子 都是向同一个方向的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向也可以 就是那个王把拳 两个一个不同的方向 然后来一个 这个 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黑虎掏心 黑虎掏心 直接向心口的部位 重拳 重击 好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单招 我们讲一下要点 要点是 连续两个蓝 连续两个蓝 最后一个 手帮助另一个手 增加力量 这是两个蓝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向 可以用这个方向 也可以用这个方向 那么也可以 两个手不用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 直接两个拳一起上 直接两个手一起晃 一起晃 这个呢 就是别人不容易抓住你的绑子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单招的训练呢 大家自己可以在家呢 练 你可以练 你平时你在家练 练 我们说 上来就是一拳 我这边过去也是一拳 对吧 我两个绑子一架 我就可以打出去 对吧 这种东西 自己在家呢 你练一练 我们明哥聊太极 实话实说 我们这个讲的 不是上位台上比赛用的 我们就是讲 在平时的切斗 或者平时的糾纷中 我们快速的攻击 快速的攻击 我们单招 就训练熟了以后 就这一招 有一句话叫做 一招先吃变天 还有一句话叫 千招会 不如一招熟 一招熟 那就是你一招熟练了 你比会多了还要好 就是成妖精的三斧头 你有这三斧头 天天练 我们就说打架 这个词可能不太合适 就是打架的时候 就可以随时用 它比套路呢 来得比较实际一点 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一遍了 这个就是我们 不是内台上可以用的 我们就是平时是可以非常有用 好 那么今天的实战单招的学习 我们今天呢 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 你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呢 可以接着聊这方面的话题 希望大家呢 喜欢这个动作 好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